海地穿的蓝天白云的慈祭之功持续关怀复出 我们首先来看到的呢就是在海地的状况 从当地时间的3月17号到20号呢 连续四天就要在这边的足球场帐篷区来进行发放 那么同时呢第一天发放是1400多户 在第二天3月18号当地时间呢 除了发放之外也要恢复疫症 我们就来看到的呢就是在足球场的发放 由于这个人非常的多 所以动线的设计也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看到 志工们的身教也安定了许许多多的受灾民众的心 而这次1400多户的灾民 他们不但领到了可以预寒的毛毯 而且还拿到一整箱满满的香鸡饭 够一家人吃好一阵子 枪杆保护的是一颗颗为灾民热切付出的心 一只手可以牵的话就牵 不能牵的话就引导它慢慢的下来好不好 连进出场的步伐志工都仔细考虑安全 台地时间17号太子港的国家足球场 涌进了男女老少 他们都是住在足球场帐篷区的居民 暴热的天气下人人情绪却不浮躁 欢欣鼓舞为的是这份江心秉心的尊重 发掘陆续有人中暑 志工紧急准备了水 提振精神的 还有来自海地社会局长的一番鼓励 这是此季第二次在足球场举办发放 1402户居民领到的有一条毛毯 一箱香饥饭 发掘许多居民行动不便 有年轻志工化身手脚 慈禁员更直接在足球场外进行发放 减轻居民搬运的困难 环保理念在忙碌中也不马虎 物资发放后碰出来的纸箱 也有当地志工帮忙遮叠回收 忙发放的同时 志工勘察官怀脚步不停歇 继续前往当地修女院 圣恩修女会集缺粮食 志工带来十二大包面粉玉米粉 购院里三十多人吃上一个月 修女们用歌声表达心中感动 跟着志工欢喜手语 圣玛丽修女会站住的帐篷去缺水 大家都得下山取水 慈禁人这次准备的面粉等物资 都用大桶自装 要让修女方便取水 贴心的设想一个拥抱 传递的是最真切的关怀 大爱新闻正善美职工陈一华 陈清旺海地报道